果然我们是找到有两大的原因 第一个就要讲回一年半之前 当时这个重组计划就牵涉到BIMB Holdings 还有这个Bank Islam Malaysia Berhad And Takafu Malaysia 哦 马来西亚的回家保险哦 到底现在的这个BIMB是不是跟当年 也就是一年多两年前的那个BIMB 是同一个公司来的呢 答案是No 以前你买BIMB Holdings Berhad 等于买Bank Islam送你 Dakafu Malaysia的生意 现在没有这个Dakafu Malaysia送给你了 回来我们继续讲第二点 第二点呢就是BIMB它的资产数字 Asset Quality是不是有恶化的这个问题了 那其实在同学们向我提出 喂BIMB老师为什么跌那么多 就在直播提出的时候呢 已经有一些网友呢在直播的时候留言回复 就说坊间的传闻呢就路边社的新闻呢就讲 BIMB呢好像有一些烂账是因为2021年出事的那个 Separd Dynamics就做假账的那个故事 所造成的而且还有热心的同学们呢 转发了这个文章给我 Six Banks Foul Winding Up Petition Against Separd Dynamics and Subsidies 这个是2022年4月份的时候 里面有提到6间银行就是 像Separd Dynamics还有它的子公司 最讨欠款呢包括M-Bank呢 And of course我们也看到呢 Bank Islam的名字在里面的 但是当我们去查阅了2022年Bank Islam的年报周呢 我们似乎又看到不是Separd Dynamics造成的哦 右边的这个Asset Quality Trend就资产数字的变化趋势 这边呢就有2019年、2020年、2021年跟2022年 它的Total Asset BNB的总资产 还有它的Impared Ratio 那在2019跟2020年的时候 它还没有重组之前呢 它的这个Impared的比例呢是非常非常低的哦 但是到2021年的时候呢 就直线表稿直接冲到3.5% 有差不多250个million Impared 然后到2022财产年度 这个数字其实仍然是比较高 它的资产营取到9点多个billion了 但是它的这个Impared的数字呢 还是有接近260个million 也就是说2022年的Impared比2021年还要多 当然我没有证据说啊 这个是因为它的这个重组计划造成的 反而反而我会认为这个应该是 COVID-19疫情发生之后 伤害到BIMB的客户群 令到他们的财务状况变差了 当然可能是个人的household的 也可能是生意上的 所以造成了BIMB的这个 资产数字一下子变差了 因为我们也去查了市场上面的investment bank 有cover BIMB这个股票的research的 这些分析师有什么最新的看法 两份报告分别是来自于这个RHB OSK以及Kanaga Investment Bank 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提到啊 它的asset quality是有隐忧的 就是这个公司的不良资产的这个比例啊 仍然是处于上升趋势的 预计在2023年这个情况呢 也不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投资银行讲到的 GIFs rising, coverage, dissipating OK so这个GIF就是 Gross Impact Finance Ratio啊 你看这个1.27 是从2021年财政年度的 0.96升到1.27 而2023年这个数字 是预计还可能会向上升的 那同学们 这边2022年年报里面 BIMB的CFO 它的review啊 就是谈公司的财务数据方面的 那这边就有提到这个 Gross Impact Financing so我们直接用它这个数据啊 2022财政年度是略低于1.3% 但是他们预计2023年财政年度呢 很有可能这个数字呢会上涨 但是不会超过1.6% 然后到2025年 他们的这个五年转型计划之后呢 这个数字才会重新下降回来 再针对刚刚讲到的这个 Gross Impact Financing 很多朋友不明白是什么是GIF啊 在BIMB的年报里面 在它的财报的breakdown这边呢 就有一个具体的表格给我们看到了 刚刚数据显示的2021年的0.96% 变成了2022年查证年度的1.27%嘛对不对 so 首先其实就是 他们在全年classify它 哎 这些钱啊有可能收不回来 所以其实有可能收不回来的钱是多了很多的 所以然后reclassify is not impaired 就是说哎 这些有可能追得回来 然后它又减掉 然后amount repair的这些是已经追得回来的 so 它其实是有一些钱可能是去年收不回来 但是今年有可能有转机的 这银行是这样子算的 但是很明显这个数字我们不得不承认 它是比2021年恶化了的 主要就是新增的impare大的很厉害 再来这个impaired financing by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就是马来西亚的不同业务范围对吧 不同的地区哪一个重到这个最厉害的impare 那还是中马地区最厉害哦 不是serbug dynamics所处于的这个东马地区哦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排除这个serbug对它的影响 并没有大家以为的这么厉害 啊 你再看impaired financing by sector 不同行业 这个其实应该就是BIMB 它的贷款发放去的不同的领域嘛 那我们也没有看到all and gas很严重啊 反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重的最厉害的 就新增这个impare最厉害的是household sectors 就说Bank Islam它的不良资产 就收不回来的账变多了 最主要的不是来自于企业界 反而是来自于retail customer哦 so这个也是应该跟疫情重创了马来西亚的经济 而可能BIMB它的customer是属于M40甚至是B40的 在疫情之中收入受到比较明显冲击的人群 看来这一个才是它的资产数字变坏的根本原因 哇 讲到这么累 终于都将这两个要点呢给大家讲清楚了 这不喝水都不行啊 同学们 不点赞都不行了 对不对 啊 真的是不容易的啊 but最后最后还要欠你们什么东西啊 欠你们一点点的推论嘛 对吧 如果真的是这两个原因造成这个股价的下跌 so what's the next 是不是跌出价值了 怎么去考量这个问题呢 这个地方 陈建老师有我的一些个人的看法 当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哈 OK 只是 如果现在BIMB它已经是一个pure的Islamic bank 那我们大马股市里面还有哪一个pure的Islamic bank呢 其实就只有一个 在我们刚刚扫描名单 对吗 哎 过去这一年半里面 马来西亚的银行股谁表现最好表现最差的 那个统计表格还记得吗 升得最厉害的那个MBSB 也是在我们这边有讨论过的啊 因为EPF Account 2的这个抵押贷款 对吗 有兴趣看回这个视频的同学们 点击我们屏幕右上角的链接哈 那么MBSB啊 它的股价向来都是处于 资产折价之中的 Even though它现在的这个股价有所上升啊 但是它的这个折价情况呢 仍然是在那边的哦 我们来看一看啊 同学们 我们讲的折价呢 是从股价 对比它的每股资产的角度 现在MBSB的股价是接近65Cent 它的每股资产是一块两毛半 现在它的股价对比它的每股资产 就是市净率只有0.52倍 就是一块钱的资产大概就卖你五毛钱左右 那这个PB的水平呢 在过去五年呢 MBSB呢都是处于折价状态的 那么如果投资者在大马股市里面对Pure的小型的Islamic Bank 是这样子的一个估值的看法的话 那么BIMB接下来会不会布这个MBSB的后城呢 那当然同学们 我是明白BIMB的生意额是比MBSB来的大的 同学们看看啊 BIMB的营业额3.5B对吗 净利润可以赚四五亿 而且是跌下来之后啊 那么MBSB呢 它的利润刚刚上来啊 四亿多 然后营业额呢只有二十多亿 所以其实MBSB是比BIMB来的小的 but如果市场上面的投资者将BIMB跟MBSB 是看成同一类型的股票的话 他们做横向对比啊 那他们一定会考虑这个东西的 第一 现在的股价一块九毛二 它的每股资产是接近三块钱 对吗 所以它的Price to book就只有 0.64倍 也就是说接近40%的资产折价 and以前以前在2021年之前啊 BIMB Holdings Berhad就是以前的那个BIMB 它买回家银行送你回家保险 所以市场上面的投资者给它的估值是偏高的 是高于一倍的 是溢价状态的 但是重组过后 回到我刚刚讲的第一点 重组过后 你现在买BIMB 就是一个Islamic Bank 没有送你Dakaful Malaysia的了 所以你看它的估值开始下跌 它的PB值开始跌了 那如果参考刚刚MBSB的话 它可能会在50%的折价的哦 但当然如果BIMB比MBSB大一点 市场上面的投资者也会给它稍微高一点点的估值 and也因为BIMB呢 现在有5%多的这个Dividend Yield 也是一个Support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BIMB的这个估值再大幅度下降的空间 应该是比较有限的 这个是我的推论 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能够迅速的回升呢 我认为市场上面的投资者 还会有蛮多的顾虑的 你的盈利还会下降嘛 你的这个不良资产 不良贷款的比率还会再上升嘛 这个是我们透过这条视频 给马股上面的投资者讲得清楚 以前的BIMB跟现在的BIMB 原来已经是两个不一样的公司了 so 希望这条视频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同学们 如果对我们大马股市里面 要做价值投资 散户投资者应该怎么做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可以怎么样入手的话呢 我知道很多朋友呢 其实是很迷茫一下子的 没关系 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我还有我们的助教 and我们的特别分享来宾 我们一些松大的优秀学员呢 会给你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做一个网上的分享会 这个webminnow呢 我们就会给大家讲解 普通的马来西产户投资者 可以怎么样在大马股市里面 step by step的 implement value invest 将你的股票投资做得越来越好 这个是个免费的分享会 但是位置有限啊 同学们 马上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 报名预留你的位置 我们到时候啊 慢慢再跟你们讲 真实的实战案例 and其实这个bimb的例子里面啊 它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隐藏故事 这个隐藏故事其实是可以给我们马股投资者知道啊 有时候一些corporate exercise发生的时候 是会有天调馅饼的机会的 就是可以一个不小心赚很多钱的机会 你们想知道吗 如果这个视频的点赞够多的话 陈建老师再给你们做part 2的讲解 based on这个bimb当年的corporate exercise 这个重组计划 你们应该会看到马来西亚股市里面 另外的一面 ok就看你们有没有点赞了 好吗 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